大家好,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英日系的茶道教室 那這個教室是2018年的時候才重新修建成現在的這個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的是我們是標準巴鐵的京都榻榻米 那我們的榻榻米大小就會比一般的還要再大一點 移上來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正前方的這個是床之間 那床之間的布置就是我們的掛蟲跟花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小飾品呢 就會依照我們當時的季節或者是有什麼特殊的節日 我們就會做出相對應的布置 那床之間的隔壁呢在上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螺 這個是我們有吃懷石料理的時候會敲這個螺來提醒我們的客人 那接下來底下這裡可以看到的是我們的風爐 然後我們的風爐使用的月份呢就是五到十月的時候 那當然大家也可以看到我們開了三個洞 那這三個洞呢就是我們在四到十一月的時候用庇爐的時候使用的 那這是我們茶道士前面的樣子 那我們一起到後面來看看 那後面的話是我們的水屋就是我們的準備區 準備區的話就是我們的茶碗、茶粉、茶鹹那一類要清洗要準備都會出現在這裡 那我們有分類了就是第一層我們放的是我們的水質 然後下面就是果子盆跟跟一些就是藥罐之類的 然後底下這裡就是我們的茶碗 在底下就是我們的蓋製跟茶鹹 然後最下面就是漸水 那往後走的話這邊有一條走廊 那這條走廊的用意就是因為我們的茶室除了展演性質之外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我們是練習的時候有 那練習的時候我們就會希望可以大家更多人一起練 所以當我們把這個門打開的時候 從這邊出去我們就可以進入到另外一個就是練習的位置 那這就是我們整間茶室的樣子 謝謝大家